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失为一种再妙不过的良好办法 因为毫无疑问 乡间的人很快会变得野蛮粗鄙不堪 如若不是这类节日 不久便定期来复 而这时 全村的人都将面带最可亲的笑容 身穿最清洁的衣着 彼此欢愉一起 畅谈种种 聆听牧师讲解有关责任义务的道理 并一道向着最高神灵亲重礼拜 礼拜日将能清除一周以来人们身上的绣垢 不仅能将人们心灵中的宗教观念复燃起来 而且将是一切男女相见时各个文雅体验 另外 还将尽量发扬各类长处美德 而这些最能在村人眼中引起注目 一个庄家汉 会在教堂庭院中出名 正如一个城市公民 会在交易所中出名那样 因为一个教区之内的种种大事 便是趁祈祷或打钟前后 在那里商量决定 我的友人 罗吉爵士 素姓潜心爱教 乐善好施 曾经出资将教堂内部装饰一新 岩碧锁俊经文继续出于他的亲选 他还攻陷精美祭台台路一方 此外 圣桌外面的围栏建造 也都仰赖他的慷慨捐输 他便多次向我说 他出来此地接管其产业时 发现这里的教民不懂教诸礼节 因而为了使他们一切跪拜如遗 硬唱方便 他另向美人施舍跪遍一句 公道经文一句 同时聘的一位巡回交唱先生 游行村中 到处指点人们如何按调诵经 今天村中人对他们自己的这番成就甚感满意 因在这点上 这里的确远胜于我所见过的许多其他乡村教堂 罗吉爵士既身为此地全体会众之主 故对教民也能管理有方 例如他便绝不允许任何人在做礼拜的时候打盹睡觉 除了他本人自己 如果遇到讲道中间 他因不胜其昏昏也自不免朦胧了一阵 那么一醒之后 他必马上站立起来四下张望 这时如果发现谁在打盹 那便不是由他亲去把他唤醒 也要打发他的仆人前去 这位爵士的其他几种怪癖 也每每在这一类场合暴露 例如 他在吟诵赞美诗的时候便有时把一个句子拖得过长 别人早已结束 他还没有念完 另外有时他对祈祷的内容发生了兴趣 便又对这同一段经文连呼阿门不止 再不然便是 别人都正在跪着 他忽然站了起来 把在场的会众记数一遍 或者检点一下他的哪个店户缺席未到 昨天一件是我非常吃惊的事情便是 礼拜中间 我突然听见我那位老友喊叫一个名叫 约翰马修斯的人 让他注意自己的行为 不要扰乱祈祷的会众 这个约翰马修斯看来是个有名的懒汉 那个时候正跺着脚跟解门 爵士的权威虽然向来便好以那种极其古怪的形式出之 对于整个教区却仍然大有好处 这里的人由于教养不服 根本看不出他的举止有何可笑之处 另外 爵士的一般思想见识与人品道德 也会使这点怪癖 在他的朋友们的眼中不但不致有损于他的声誉 反而会增添他的美德 讲道完毕之后 众人赵丽总是先等罗吉爵士走出教堂 方肯动身出来 这时爵士便从他的高坛坐处下来 行经站起身来 向他失礼的两旁殿户教民之间 并不时向他们询问 他们那些不曾前来的父母妻子 最近可好 这些询问 实际暗喻着对不道者的一种责备 教堂的牧师经常告诉我说 每逢教理问答日 罗吉爵士感到哪个孩子的回答满意 他总要派人于次日送去圣经一步 以资鼓励 甚至另付贤肉一束给那孩子的母亲 此外 罗吉爵士还给礼拜领经人每年增心五磅 以便他在督促年轻人的辅记事务上格外济心 罗吉爵士并曾宣布 目前在职人的年事已高 将来一旦缺位时继承的人应是德才兼备者 罗吉爵士与其牧师之间的这种契合无间 共襄善举等等 如与其邻村的情形相比便一见其难能可贵 因为那里素来便以纠纷不合闻名 牧师与香参之间互相攻击 无止无休 牧师训诫的对象时时不离香参 而香参为了报复牧师又永不涉足教堂 香参把他的殿户都带成了无神论者甚至偷税分子 而牧师则每礼拜日又必向他们小遇他自己神职之庄严 并借每次讲道机会暗示他比他的那位东家要高尚得多 总之事情竟已闹到如此严重程度 结果香参已有半年时期不论在公司场合都不曾做过祈祷 而牧师便威胁他 如果香参还不知改过自新 他必将当着全体会众之面为他公开起罪 按这类纠纷在乡村虽属数件不显 但就于一般人极为无力 一般人既长期悬于金钱的言识 故凡事只知尊重财主之见 而不知尊重学者之见 我们往往很难帮助他们去重视任何道理 不管所讲的道理对他们是如何关系重大 而其理由不外是 好几位每年进向五百磅的人便不相信这一套 听众朋友 刚才播送的是文学博览节目 责任编辑张兰芬 录音师蒋树珍 感谢各位的收听 下次节目再会 5 5 4 3 4 5